大家好 周末HSK二集全面攻略 跟我读训练现在开始 请轻读句子 今天要读的句子是带别的句子 别 别 基本啦 基本啦 不要的意思 好 先听读句子 晚上 你别去上班了 家里有点事 这事情别告诉妈妈 别问了 你已经不知道了吗 别去了 电影已经开始了 别说了 大家都明白了 今天中午别去饭店吃米饭了 我们要吃面条 下面边读边理解 晚上 经常的晚上 你别去上班了 家里有点事 你不去上班了 家里有点事 这事情别告诉妈妈 告诉妈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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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事情 告诉妈妈 这事情别告诉妈妈 這事情不用了 別想了 你已經不知道了嗎 你已經知道了嗎 你已經已經知道了嗎 不嗎 你已经不知道了吗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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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你已经不知道了吗? 第二个别去了 电影已经开始了 别去了 하지만 영화가 이미 시작했어 其实是准确的说是 开演了 이렇게 해야 됩니다 영화가 이미 시작했다 开演 应该不知的 有点 对 有点 对 有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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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说了大家都明白了 今天中午别去饭店吃米饭了 今天中午别去饭店吃米饭了 我们要吃面条今天中午吃饭店吃饭店吃米饭了 所以这个别是一定会的所有东西去银去买 我们要吃面条了面条我们のは 要吃 我们是个菜吃米饭 最后我们再把这个句子都读一遍 晚上读两遍晚上你别去上班了家里有点事 晚上你别去上班了 家里有点事 这事情别告诉妈妈 这事情别告诉妈妈 别问了 你已经不知道了吗 别问了 你已经不知道了吗 别去了 电影已经开始了 别去了 电影已经开始了 别说了 大家都明白了 别说了 大家都明白了 今天中午别去饭店吃米饭了 我们要吃面条 今天中午别去饭店吃米饭了 我们要吃面条 好 今天的跟我读训练到此为止 下次再见